两支球队杀出重围 决战巅峰 只为了获得那最强的名号 世界杯冠军 谁能傲视天下一篮众山小呢 答案 马上揭晓 将要登场的是英格兰女足和美国女足 既然到了决赛赛场 那么对于双方来说 这是一场没有退路的比赛 赢下来就能成为被众人所歌颂的对象 否则也就只能成为别人的背景版了 很火 这脚铲球还是不错的 罗斯拉威尔 防线的危机被化解了 防守方成功解围 球抢回来了 看他们接 还是很危险 但是这个时候边才攀了越位 但是这个时候边才攀了越位 埃拉团 他们就是在这种娴熟的传递中寻找机会 门奖凑手了 球还在场上 他们将球及时的解围 警报终于解除了 对手的这次进攻 只不如他的这一脚铲球 他们本来有机会打破场上的僵局 但对方门将以一己之力 维系住了局势的平衡 如果想要赢下比赛 他们一定要想办法打败对方的门将啊 争抢过程中 球出界了 界外球 这球传的真是莫名其妙啊 他们还在耐心的寻找机会 这种地方犯规很容易吃牌啊 他们对他出示了黄牌 没错 犯规队员自己也清楚 这是个黄牌动作 看到了后点包车的队友传了过去 球路太靠近门将了 这门将很轻松直接拿球了 他们在前场啊 非常有耐心 该取得领先了吧 球打中恒来后又弹了回来 漂亮 他们在世界杯决赛 先把头筹 攻破了对手的球门 回放来了 看看这条球 传的是非常漂亮 直接穿越防线 最后是打门这一下 四两拨千斤的推射 真是漂亮 比方现在变成了1比0 这里泥地罗德曼 林赛霍兰 这会儿球又回到了他们这边 绝佳的反击机会 看看他们如何利用反击来制造威胁 好防守 切断了对手一次 很有威胁的攻势 这总该搬平了吧 他在关键时候出现在了关键位置 破坏了对手 关键的进攻机会 比赛上半场在裁判的哨声中 正式结束了 中场休息结束后 世界杯决赛的下半场现在开始 比分落后的情况下 他们也没有急于求成 还是要慢攻出细火 门家发挥很出色 这个飞扑啊 足以说明他的状态 把这个状态 对方想进球可就难了 把了个短的 球传给了霍兰 打不穿防线 射门被挡住了 他们能利用好这个脚球吗 脚球开出来 是往前点给的 这次抢断有犯规限一样 但是主打扮认为 现在是进攻有力 球传给了霍兰 半平比分的进球出现了 他们现在依然还有机会 去赢得冠军 雪中送摊的一个进球 来得太及时了 再看一次 这个精彩的进球 打得太漂亮了 发力非常充分 收门员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目前双方是一笔打平 乔治亚斯坦维 队友在积极跑位 看看这个球会怎么处理呢 锐球打力 关键的进去内产球防守 咱们给了一个任意球 这罚球地点对防守方来说危险咯 看来教练员要换下 场上的某个球员了 文家拿到球了 没有问题 他们今天创造出的 有威胁的机会并不是太多 作为赛前更被看好的一方 要想获胜 就需要拿出12分的干劲才行 而且球权方面 也是掌控的并不牢靠 打满横果断 选门直接被挡住了 比赛时间20分钟倒计时开始 看这次陆西布隆泽 找中路接应的队员 皮球被防守队员解围了出来 警报解除了 反击的时候到了 这次上下来得很凶 脚下球被断了 这个球啊 机会不错 这个距离很近啊 打门质量也高啊 但今天这个门将就好像是有如神柱一样 最后还是力保球门不失 这个球啊 更是门将 个人高超技术的完美表现 传给前点接应的队友 没打成部位 偏出力度很多 边线球 拉维尔 这是一个机会啊 这次单刀啊 本来是有机会转化成一个绝杀球的 可惜守门员并没有同意 角球啊 刻意传得很小 前点有队友啊 要进了 之所以啊 他们现在还能和对手打个平手 就是因为这个门将 总是能做出神奇的补救 有这样的门将 真是让人安心啊 前点 这应该是看到了前点队友啊 站位不错 选择是门 横梁啊 真是门将的好朋友啊 这次进攻 只能无功而返了 双方拼抢很激烈 球没有控制住 亚里克斯格林伍德 比赛的常规时间结束 双方胜负未决 准备进入驾驶赛 准备进入驾驶赛 驾驶赛开始比赛 继续 乔治亚斯坦威 球到了前场 开始组织进攻 对手啊 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啊 刚才说这次进攻 可以成功 就被他们终结了 现在有反击的机会 看起来能找到队友 成功接到球 机会来了 守门员挡下了这球 掌势射门 门匠刚才 这真是做出了一次世界级的扑球啊 换个人来守 可能就真的要被破门了 而且门匠的第二反应非常快 第一次扑球没有拿稳 马上跟上 就把球没收 来 他们这个连续传球真的非常漂亮 把球保护得很好啊 这个投球啊 有失准投啊 对球门啊 好像没有什么威胁 门匠是目送皮球 飞出底线 可以看到在起跳 正顶的时候 对方的球员 虽然没有顶到球 但身体的对抗非常激烈 你看他正顶的姿势 特别尴尬 比赛还在继续 不时一分钟 应该能领先啊 球打中恒良 然后又谈回到了场上 机会还在 加时赛只剩15分钟了 双方稍时休息 马上开始下半场 加时赛下半场比赛开始了 还剩最后的15分钟时间 没错 看谁能够把握住 绝杀对手的机会 平局让他们踢得好像更有耐心了 不禁夸呀 对手拿到球权了 乔治亚斯坦威 诺布斯拿球 把球抢回来了 裁判吹发了拼抢犯规 这个任意球的位置 非常具有威胁性啊 这脚扰的球 这脚扰一球 直接被门将给拿下了 打了一张安全牌 打了一张安全牌 合成门将 裁判是以捕食一分钟 比赛还没结束 比赛时间用尽 双方依然是平局 这场世界杯的决赛 将要进入残酷的点球大战 今天是要第一个出场罚球 董文元这次很聪明 猜到了他的计划 轻松地阻挡了进球 实际上这个扑就要远比看上去难 命中目标 他走上了十二码点 准备出发 他稳稳地将这个点球送进球门 远着了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打过去 门将鞭长莫及 漂亮的点球 这是个绝好的机会 一脚盛门 稳稳命中 充满自信 自信地选择了打顶角 守门员束手无策 这球拔得很好 门将只能忘球心态 压力是都在他身上了 不进的话他们就输了 轻松打进 轮到他来发球了 没有给门将太多机会啊 把球发进了 点球大战结束了 比赛也随之结束 新的冠军产生了 紧张到让人传不过气的点球大战之后 迎来的是一场狂欢 一场只属于冠军的狂欢 新的冠军 没有比这更激动人心的时刻了 因为我们的冠军 将要举起他们的冠军奖杯 哇 此刻心情激动啊 这将会是他们人生中 永恒铭记的美好时刻 许多年后 当这些队员们 回忆起往事的时候 他们一定会对 这举起奖杯的一刻 记忆优先啊 这些队员们